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没有权利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吗 你明明有机会将它们从这个循环中解救出来 为什么一直袖手旁观 解救 你未免把这一切看得太简单了 想象一下 有朝一日你找到了合适的星球 用方舟的基因库建立了新的文明 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外星生命劫持了它 颠覆了它 把它篡改到面目全非 你会怎么做 你不要偷换概念 这样的比喻未免太极端了 世间万事 天然就会滑向极端 这里是某个冒牌造物主精心创造的实验场 它不会让任何人介入 而我也根本没有撼动造物主的能力 更何况 我可没有为他们做这些的立场 难道仅仅因为我们都是代理人吗 你 我说的不对吗 你难道会仅仅因为某个人 与自己有那么一丝的共性 或者说了一两句能代表自己 让自己共情的话 就要为对方付出一切 我没有立场 也没有能力这样做 而且我也奉劝你 不要有这种幼稚的想法 就像莫里亚蒂提到的那样 正因为这些代理人纯洁无垢 所以他们的世界非黑即白 一旦我的所作所为 看上去与他们心中的准则相悖 我就会瞬间从威塔姐姐 变成威胁城市的敌人 眼前不就有个最好的例子吗 之前因为莫里亚蒂的谎言 他们可差一点就对我刀刃相向呢 所以 与其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烦恼 还不如好好想一想 莫里亚蒂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打算 还能是什么打算 他不顾后果的欺骗小维塔 让这座城市陷入危机 无非是想激怒你让你痛苦 这一切都是他对你的报复 是吗 那他可就打错主意了 你刚才也发现了 无论他们遭遇了什么 都和我没有关系 我也不想去同情他们 那么 我又怎么会因为他们而感到痛苦呢 飞塔 你 他们那么信任你 依赖你 却因为你的巨傲蒙 说这样的不幸 你就真的没有一点愧疚吗 没有 愧疚是愚者和懦夫的情感 我既不愚蠢 也不懦弱 我明白了 你说的没错 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 但是 等到弗洛斯的一切平息之后 结实 我会向他们揭示你的真面目 人们为什么总是要对一个诚实的人 横眉冷对呢 果然比起真实 他们还是更加喜欢伪善嘛 你说呢 福华 小维塔他们 不是那种摇摆不定 不念旧情的人 对于之前偏袭莫里亚帝的事 他们也相当内疚 这样啊 不过 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了 比起这种没营养的话题 还是说回莫里亚帝吧 她在外流窜 说不定还会给我们惹出更大的麻烦 你和她可是老相识 想必对她的行事作风更加了解 坏姐姐 当初你是怎么打败她的 说来惭愧 那时的莫里亚帝 充分开发了自己的魂钢身体 已经很难对付 为了避免羽渡尘讹定功率的副作用 我当时使用了一种专门对付魂钢的装置 才让她失去了行动能力 不过后来 因缘际会 那个装置被我转交给了这个时代的第一律者 瓦尔特乔伊斯 而博物馆里的这个莫里亚帝 她的情况也不同往日 之前的方法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了 的确 她现在只是一段投影 行踪更难捉摸 如果她打算一直折服下去 事情就麻烦了 不 按照我对她的了解 她一定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可是现在 城市瀕临毁灭 一片混乱 她的下一个目标 又会是什么呢 花姐姐 难道说 莫里亚帝真正的目标是 这一切的幕后主导 有可能 情况越是混乱 她或许就越容易掩然耳目 而且 或许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的造物主 才会现身于此 分析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们倒是很聪明嘛 不过 就算莫里亚帝想要做什么 也要先接近对方才行 那么 幕后主使与弗洛斯之间的连结 除了代理人 又只剩下了 这么说来 自从洪水爆发之后 方舟上也升起了奇特的光柱 只是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洪水 短期之内 我们也不好贸然离开博物馆 丽塔 你有什么办法吗 现在想起我了 去找小兰她们问问吧 她们在莫里亚帝身边的时间最长 说不定知道些什么 在那里 绿塔姐 还有个脸箱 你们在讨论什么呢 我们正在分享记忆 想找到解决洪水的办法 虽然我们的记忆都不完整 但随着讨论 也能渐渐地想起各自轮回的事情 说到这个 我们正好有些事想跟你们打听 姐姐们想知道什么 尽管说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弗洛斯了 之前莫里亚帝的确对禁帝很感兴趣 也得到了进入禁帝的权限 从里面拿到了困住格雷修姐姐的休眠装置 但除此之外 就没有什么其他收获了 也就是说 禁帝多半不是它的最终目标 对了 刚才讨论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奇怪的现象 嗯 在我们的记忆中 博物馆始终存在 而且一直位于城市的中心广场之下 可是 遭遇过天灾的赫斯坡 分明和如今的弗洛斯是两个地方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啊 难道说 真正的博物馆 并不在弗洛斯所在的位置 每次进入博物馆的时候 我都感觉头晕乎乎的 就像是刚做过维尔威姐姐的弹射装置一样 为什么我没有 难道是因为 现在的我是一道投影 所以完全没有感觉到博物馆的入口 存在一个传送装置 虽然有些难以置信 但这样想来 博物馆虽然在地下 却能隔绝洪水的侵袭 倒也能说得通 可是 这样一来 博物馆真正的位置又会在哪里呢 弗洛斯不受洪水影响的地方 或者能做到绝对密封的地方 方舟 真是大胆而又缜密的推断 恭喜你们找到了接近弗洛斯真相的云梯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既然如此 就让我来给予你们一点奖励吧 这是 我记得某个世界炮里有个名为天梯的传说 走投无路的先知在逃亡中梦到了通向天空的云梯 他登上梯子 而后到达了神明的居所 而这就是Vita的天梯 只要登上这把梯子 就能面见创世的神明 开个玩笑 其实这架梯子是方舟的闲梯 只要向上爬就能进入方舟内部了 惊不惊喜 一不一万 Vita 你 你究竟还藏了什么秘密 这可不算秘密哦 既然你们都说出了那条情报 他就是人尽皆知的常识了 的确 我发现了格雷兄 莫里亚迪调查了世界的秘密 而洪水肆虐的当下 直到我们推理出博物馆有可能属于方舟 他在装模作样地给我们开启道路 他的确没有主动向我们透露任何秘密 Vita 你是不是仍受到某种 比如说 来自造物主的限制 所以才无法将这颗星球的真相告知于我们 你猜 算了 我们走吧 这才对嘛 时间宝贵 可别浪费在这种地方 走了走了 花姐姐 这上面 没关系 我来打头阵就好 福华 你们是要去找拯救弗洛斯的方法吗 可不可以带上我们一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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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